我们都知道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每个人的能力实力多少会有些不同 国家与国家之间其实也一样 有的国家发达 有的国家落后 而这算是强国跟强国之间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世界上最不敢惹的三个国家 第三名是中国 古代中国是亚洲强国 近代时却逐渐衰弱 被西方列强欺辱 但我们是自强不息的民族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中国发展迅速惊艳了全世界 如今中国已经挤身世界强国 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 现在都很强大 第二名美国 美国一直是公认的超级大国 美国曾经从战争中获得大量财富 并不断地欺压小国 逐渐发展成为大国 美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都是一流的 所以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敢惹美国 第一名 瑞士 瑞士是一个小国家 国土面积小 人口也少 那么它为什么能当上第一呢 瑞士是永久中立国家 它的地理位置优越 而且瑞士非常发达 瑞士是出了名的有钱的国家 全世界的土豪都把钱存在瑞士银行 瑞士的军事装备是世界顶级的 而且瑞士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强 所以别看瑞士国家不大 但众多大国都对它很畏惧 没有国家敢去招惹 在国际上从来都是有实力才说得上话 中国从曾经任平列强欺辱 到现在挤身成为世界前列的国家 证明唯有强大才能不被欺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